继中美元首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会谈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于顶17日 在亚太金河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期间 在泰国曼谷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 这将是中日元首相隔三年的实体会谈 也是岸田组合后首次与习近平面对面会谈 值得注意的是 日方早在11月14日下午就发布了两国元首会面的消息 然而中方却迟迟未发布有关消息 到了16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才证实 两国元首将在APEC期间举行双变会晤 为何日本要急着发布中日元首会面的消息呢 这可能是在G20领导人峰会找到了一些启示 G20的焦点是中美元首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席拜会 会晤是由美方提议在中方的下榻酒店进行 会晤的效果好于预期 在双多边合作取得了不少进展 美方更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希望能够尽早访华 跟进会晤的后续工作 此外美国的众多盟友 包括澳大利亚 法国 西班牙 荷兰等 也相继在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会晤 释出的消息都非常正面 据报英国首相苏纳克也成功争取到了 16日与习近平进行会谈 但因为日程安排需要调节而取消了 作为日本的邻国 韩国总统尹锡瑞也在巴黎岛与习近平会晤 看到这一形势 日本似乎有些着急了 岸田文雄12日出发访问东南亚各国 在柬埔寨出席东亚峰会后 专往印尼 15日出席G20峰会 接着前往泰国出席APEC峰会 种种迹象显示 日本对于此次会晤充满期待 中国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叶浩 16日接受香港中通社专访时表示 中日元首会谈有两重意义 其一 日方希望与中国构建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 岸田文雄11月12日提出 希望两国努力建立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 中国有意愿 日本有需求 不难预测 中日两国关系将会逐步改善 其二 日本商界希望与中方共同维护 全球多边主义秩序与自由贸易体系 迫使日本政界改善对华关系 但是日本政治又进化 不会在一朝一夕间改变 日本看中的现实利益一旦发生改变 都会使得中日关系出现波动 中日关系形成长期蜜月期的条件并不具备 对于中日元首会谈 夜豪认为有两大焦点值得关注 其一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 日方在涉台问题上不断发出错误言论 指责中国损害台海和平稳定 日本部分优异分子甚至不躁 要出兵协访台湾 预计中方将会向日方提出交涉 督促日本在涉台问题上进言盛行 第二个焦点是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夜豪表示 日本是美国在亚洲的盟友 同时也是技术大国 在中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 美国要求日本在高科技领域对华脱钩 中日在高科技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可以实现互利供应 快来订阅通知 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